Hello 大家好 我是莎姐 那一天我聽馬慈說 有很多黃營說 李家超會不會是衰十一呢 我現在就去八一八 網上的資料不是很多 八一八 然後就發現原來她的大兒子好像1977年出生 她們1980年才結婚 類似是未婚產子 我又覺得 有兩樣東西看 我覺得馬慈就太好了 幫她們鬥鬥鬥鬥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鬥 喂 什麼年代 你現在跟我說這些 我自己覺得 黃人跟我說 聽到嗎 黃人跟我說 道德 省一點 就憑你們跟我們說道德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她 未婚生子 現在有很多人 都是未婚生子的 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 你要看她那個年代 未婚生子當然是誇張了些 在我們那時候 1977年她的大姐 1977年出生 就是說 莎姐也帶她的大姐幾歲 我1973年 在我們的時代 就真的誇張了些 但是 在她們那年代 很多人都是這樣 嚇死我 我就是說這些聲音 經常嚇死我 但這也不是最厲害的 這也不是最厲害的 那 在她們當年 其實我認識的那些 都是大我十幾歲 那些 她們每個都是很早生的 很多時候有了生的 或者有了結婚的 和現在是沒有分別的 那我自己覺得 第一 我們選特首 是看她能力 她的家事 關我什麼事 對不對 我們是看能力 我們不是選特首 是看她 她不是偶像 她不是什麼 所以我們選特首是看她能力 那 另外一件事就是 喂 你們的自由勢又怎麼想 怎麼看 她始終 她都有承擔責任 結婚 那 有些人 分分鐘 現在有很多人 生了都不知道她爸爸是誰 都有的 你看到現在很多人都是 有了才結婚 這些跟你家超有什麼分別呢 沒有分別的 扮什麼清高呢 我自己覺得是 你有了才結婚 你是不是用那個寶寶來逼婚 還是她用那個寶寶來逼你去婚 根本就是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 只是說 那些 就是 自己淘滿了粉 就當自己是 很純潔的結婚 根本就是壓人 那我又覺得 他們 都公開出來 又沒有隱悔 那沒有什麼 我們又不是要本人家事 那她又 說真的 她這麼多年都沒有離婚 1980年 那 算上她的兒子那段時間 1977年 那算上她們相識 都差不多50年了 可能過多幾年 就真的相識50年了 都還在一起 我覺得OK 因為你要想一下 是啊 有些人是 結婚 有了才結婚 不是一樣 所以 我自己覺得 又不需要說 鬥 鬥什麼 詳情 根本不需要鬥 一句說完 關你什麼事 現在她是做特首 不是做你老公 又不是做你男朋友 關你什麼事 所以 我覺得那些人是很無聊 而且那時候 你們最崇拜的 英國佬 第一 我不太知道 衰11 是多少 什麼時候成立 就是分分鐘 可能是 因為很多法例 都是七幾年成立 如果沒有記錯 ICAC 都好像是七 七幾年 然後 那時候 一夫一妻 又是七幾年 有很多法例 都是七幾年 所以分分鐘 比卡超 就算衰11 但衰11 這條法例 是沒有通過的 或者根本沒有這條法例 那她就不算是犯衰11 還有 當年 每個都是很早結婚的 你們這麼遲婚 我那個年代 都不是比卡超的年代 我那個年代 一般女生結婚 都是20歲左右結婚 21、22歲結婚 然後25歲就要生 是很早的 因為我們普通來說 很多人都讀到中三 即是15、6 15歲左右 好像我讀多兩年 讀到中五 都是17歲 17歲 你做幾年 認識別人 當然就結婚 結婚 過多幾年就生 大概都是25歲生 那時候25歲都未結婚 就是遲 那時候我姐姐的朋友 她算早一點 她就差不多20歲左右就生 另外好像 有個跟我差不多年紀小 我兩歲的 一個認識了十幾年的朋友 她十幾歲就生 不到20歲就生 那時候就是這樣 那時候就是這樣 我再認識過一些 好像在 比較舊區 大澳 都認識一個朋友 那樣 她也是十多歲就生 那時候不需要讀書 那時候她是大過我 好像大我十幾歲而已 但她們大澳那些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 讀書 幾歲就出去駕駛 蝦艇 然後認識了一個人 然後 十… 十鬆一點就 結婚了 然後結婚 所以 那個年代根本就跟現在不同 就算 比加超 那時候 已經有衰十一 這件事也好 那你最崇拜的 英國佬 為什麼不周他 那就是英國佬的管治有問題 這樣的人在 被他招牢發我 你為什麼不周他 那就是英國管理不自善 所以我覺得 根本跟這些 人說是浪費 完全完全是 多餘 所以我真的發覺 香港人的智力 真的很有問題 有時候看事情 你請人回來 你是想去做到 事情 就像我公司 或者很多公司 都是想請人回來做到 事情 她的私生活點 我老闆是不會理會的 我家裡整個 我家裡亂撞光 她不會理會的 總之你回來整整整齊齊 做得怎樣 我理會你家裡亂撞光 所以我覺得 那些人是搞不清楚 因為 她沒有一些 叫做什麼 實質可以攻擊 李家超的黑材料 當眾看什麼 就是這樣 那 你們又不發聲 所以這些根本是沒有話可說 大家剛才聽到 三、四、兩、三下 大家就知道為什麼我這麼害怕 你想想 我現在才是十一點十七分 即是說她其實 剛才那時候 是過了十一點的 是拉得她 而且她不是一夜 剛才看到三夜 如果我十點多鐘睡 好像阿子那樣 十點多鐘睡 我就被她嚇醒 我現在 為什麼這麼害怕 就是 她響完一下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第二下 然後好像剛才那樣 三連發 但這個已經不是最大聲的 這個已經是中道聲線 你想想 難道我現在等一下等她 蹦完之後 才睡嗎 我就算睡著了 等她會不會再蹦 這個就是 我不安的 情況 所以 大家幫我集氣 希望可以快點解決這件事 否則我相信我真的會神經衰弱 你想想 馬黑十一點過後 第二天到六點 她可能不用上班 她沒有所謂 我要上班 所以希望快點解決她 今次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